大明星 大明星 明哲寶生兔四方 沒有想到會跟宇哲會有這個CP 對 你們 我跟他其實在 2009年的時候 其實就認識了 然後我們也都在一起錄過節目 但是中間也都隔了十幾年 都沒有再見過 那觀眾為什麼會選你跟他 我覺得可能是顏值吧 這你都好意思講出來 賢夫 是我跟 我跟Jeff 姓蒲是 姓哥 心裡有僕 心裡有僕 你心裡有僕 如果裡面讓你選一組來組合 姓蒲吧 就是 惡公的時候 因為惡公其實姓哥小馬是跟我 還有瘦子還有Jeff一對的 那時候本來想說 如果能跟姓哥有玩一個很搖滾的東西 應該是會留下一些蠻有意義的結合這樣子 你不是說你想找偶像路線 沒有我本身是偶像 謝謝 我跟姓哥是要嘗試做搖滾這件事情 偶像搖滾 成存在實力派 對 想挑戰他實力的方面 對 華岡兄弟 也是喔 我們同學校的 華岡一校的 一姓一義 路易 一姓一義 黃金三角 瘦神閃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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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皮蛋瘦肉粥不錯 對啊 皮蛋瘦肉粥啊 蛋殼 皮蛋瘦肉粥是我最喜歡的名字 目前為止皮蛋瘦肉粥 對 本身也愛吃 馬肥林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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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冰臨天下 冰臨天下 冰臨天下也不錯 為了那個裂縫中的陽光 去他的那個 音樂學校 紐班去上課 一拿到那首歌的時候 你們也聽到那個 拍子啊 音準啊 找不到那個 Key啊 音域啊 都一直在尋找 你唱第一句 後面所有的人 驚訝 對 驚豔 結果是小豬哥唱得最穩 哇